真正的宪法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 随着李文亮一生的不幸牺牲 人们这样一种反思 这样一种愤怒更加的加剧 目前在网上通过自媒体和民间 通过签名联署要求中共 马上改选跟章进行改革 冲击习近平的政权的这些行为 此起彼伏 至少有四起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论述一下 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 推出一篇重磅的文章 那是英文的 它的题目就是习近平 他面对两场战争 一个就是控制国内的疫情 再一个就是他的政权的危机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特别的采访了前几天刚刚发表 《愤怒的人民以不再恐惧的作者》 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荣先生 许章荣先生很少接受外国的采访 但是昨天他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在采访里他就大胆的宣言 围绕着习近平的神话已经破产 他非常清楚地指出 习近平上台以来 编织了很多的神话 什么中国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两个维护 三个自信等等 好像靠着习近平就可以实现中国梦 靠着习近平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今天这些神话全都给破灭了 他的中国梦夭折了 伟大复兴夭折了 他的这种政治体势 治国理政的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 已经彻底的崩溃了 所以徐章荣教授的话 给大家更大的一种信心 知道中共他的日子 已经是快要到他的末日了 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 现在人们的这种部门越来越多 指向习近平的政权 对他的执政的能力 尤其他压制言论自由 这样一种暴行 更多人提出了这种反思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以来 尤其是李文亮医生去世以来 民间发起的四波的运动 第一波的运动 就是以陈秋实方斌先生为代表 陈秋实他进行手机的直播 结果现在他比强制隔离 但是方斌先生 继续了陈秋实的工作 更加的进行了质的一个飞跃 他提出了全民大反抗运动 这样一个概念 他在2月7号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把前段时间发起的 全民自救护中运动 升级为全民大反抗运动 要反抗中共暴政 2月8号 他还是在他的家里 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下 在武汉的家里 开始进行直播 进行他的演讲的时候 又再一次的提出来 必须要全民反抗 还政于民 他也指出了 没有一个独裁政权 是主顿交权的 人民必须起来 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才能让这个政权倒台 而且他向这些警察 军队各级的这些官兵 也喊话 你们要站在 历史的正义的这一边 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你想一想 他是一个一介草民 而且在武汉 在中国内地 发出这种声音 那就等于是 打响了武汉手艺的 第一枪吹响了 第一声号角 所以他的节感爱奇 就等于是 一个领袖已经出现了 需要人们赶快 拥挤响应 虽然由于这个疫情 人们还不能 物理性的 现实性的 跟着他的身边 到他的屋子里 但是在网上 可以跟他在一块 来推动 全民大反抗运动 这样一个一介草民 能够登高一呼 云者响急 响者拥挤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呢 更多的一些 知识分子也觉醒了 我们看到 第二波反抗运动 就是武汉 整个十个教授 进行了一个签名联署 发了一个公开信 这十个教授呢 有邓小芒 赵玲 就是在人文学界 非常有名的一些学者 武汉 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在全国 国际上都是享有盛誉的 他们发表了一个 签名联署信 要求 武汉的当局 必须撤销 对李文亮医生的训建 给李文亮医生 道歉 而且要追 李文亮医生 为这个烈士 要切实的履行宪法 第三十五条 言论自由 所以武汉 这个十个教授 写的这个签名信 是非常重要 知识分子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他代表社会的良心 发出这种声音 那对中共政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也是对他们的良知 对他们的良心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惊醒 你要站在历史的一面 你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你要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第三波的反对声音 是一批独立学者 他们要求将 2月6号 定位国家言龙自由日 2月6号 李文亮医生 去世了 实际上准确的时间是 2月7号凌晨2点 但是呢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2月6号 所以把2月6号要求中国政府定为言龙自由日 纪念这个为言龙自由而现身的勇敢的一生 那么这批独立学者呢 有这个张千帆 北大的教授 有清华的教授张荣 还有孝鼠啊 郭飞雄啊 等等这些独立学者呢 他们特别的向全国人大 及常务委员会写来公开信 要求定国家言龙自由日 而且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呢 召开紧急会议 来讨论 这个关于言龙自由的事情 关于疫情和言龙自由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 有必要召开紧急会议 而且呢 也是反对人大延迟这个会议 本来说3月份 有可能因为疫情延迟 他们是反对这个延迟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 讨论这个国家的大事情 这个言龙自由这个 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命的健康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如何放开言龙 如何把这个疫情 以及这个病源 以及真实的这些状况 以及每一个官员 他们究竟是不是 市值 赌值 这些东西 全部要公布于天下 公布真相 所以说 这些独立学者发起的 这样一个向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呢 也是 非常具有正义感 也是对中国当局一个巨大的冲击 也是对他们良心的 一个很重大的刺激 那么第四波的反对声音呢 是网上流传的清华大学的部分 孝友写的一个公开信 公开信呢 就是要求改变这个维稳体制 改变维稳的思维 要求坚持邓小平以来的 这些官员的人气限制 反对终身指 矛头直指习近平 而且呢 特别强烈的 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是在赵紫阳那个时代提出来的 后来呢 六四镇压之后就不提了 现在呢 老百姓特别希望改变政治体制 现在的政治体制 就是一个维稳体制 习近平所说的 国家的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 现代化 实际上就是 完完全全是一个落后 封闭法西斯的一个治理体系 维稳体制 必须要改变 比这个赵紫阳时代 比邓小平时代 那这个体制更加的糟糕 必须要把它全都给 不仅是改变的问题 而是全面颠覆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我的评论了 这些作者呢 这些清华大学部分校友啊 他们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落实宪法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 他们针对这个疫情啊 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四波的运动啊 这四波的反对声音啊 是目前来看 表达了群众的这个心声 我认为呢 应该各界群众啊 各界的朋友们 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网上可以写文章啊 可以发出来 可以网上搞一些统一行动 就像昨天我说的 大家可以响应 方斌先生的全民大反抗运动啊 支持方斌 然后我们带着可照门面 我们可以做视频 我们可以搞签名的联署啊 现在已经签名联署已经有三四期了 那更多的不同节别的 像医务人员搞签名联署 北京人搞签名联署 武汉人搞签名联署 学者专家 各行各业各种节别 法律人士维权人士 都可以写签名联署信 这就是民意的表达 虽然我们不能上街 因为疫情嘛 大家都带口罩都必隔离 不能上街 但是我们通过网络 我们可以拒绝起来 发出我们正义的声音 所以呢 真正的武昌手艺已经开始了 号角已经吹响 各种的运动啊 实际上已经展开 奋起拥有 那么回到最先呢 华尔街日报 它里面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它就说呢 这个疫情呢 如果像当年的SARS一样 很快呢 就会得到贫息的话 那对习近平政权呢 趁机不会很大 但是这个疫情呢 照目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愈演愈烈 它难以收拾 而且疫情 会导致其他的一些 人为的一些灾难 各种的问题 扑面而来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 尤其最起码会影响到他的连任 他肯定连任不成了 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神话已经破灭 大家看到他的执政的能力 看到他的愚昧 看到他的反动 绝对不希望党内党外 都不希望他继续连任下去 这个还算比较轻的了 更严重的是中共的政权 有可能呢 就毁于一旦了 那是人民最希望的 所以呢 现在看这个疫情的发展 对他这个政权的冲击是非常大 所以习近平他要面对两方面 一方面他要控制疫情 另一方面 现在他的政权开始动摇 他呢 面对人民 就像波涛一样 汹涌的反对的声音 他现在坐在火山口上 所以这样的波涛啊 反对的声音呢 越大越好 把他推到这个火山里面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样的话 中共的政权就会彻底的坍塌 那么人民呢 就会有一个崭新的未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 着重谈了一下国内的反对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希望所在 因为你在海外 你喊得多起敬 你在海外呢 你做多大的一个工作啊 对他的冲击啊 并不大 只有当海外的这些声音 传到国内里面 尤其是国内的人站起来 国内的人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人 包括许章润啊 许志勇啊 这些学者专家 武汉的十个教授啊 方斌啊 陈秋实啊 都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些 好汉英雄浩劫 国内的人发出了声音 那才具有这个道义的力量 国内的人发出了声音 国内的人团结了起来 那中共他要垮台的日子啊 就可以指日可待 所以我们这些海外的人呢 只能起到一个传递信息啊 鼓舞大家信心的一个作用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国内的人民起来了 团结在一块 然后向中共宣战 中共呢 在这种道义 真理面前 终于给自动的垮下来 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刻 好 我们会继续关注啊 以前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今天的评论 暂时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订阅 保胜传媒 再见 从今天起 今天2月7日 我发起的 全民自救互助运动 升级为全民大反抗运动 我们从今天开始 宣起全民大反抗 全民反抗暴政 全民反抗中共暴政 从今天开始 无论海内 还是海外 地不分东西 人不分南北 不分阶层 不分行业 都要团结在 全民反暴 反抗的道路上 都要高举全民 反抗的大旗 全部的 所有的 一切的反共的力量 团结起来 团结在全民 反抗的旗帜之下 你们都得听方斌的号令 听方斌的 安排 相信方斌 不要怕 他就是 他就是把我抓走了 抓走就抓走 那我的安全 靠的是大家的清醒 大家的觉醒 大家的传播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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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